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颗美丽的蝴蝶蓝 这一颗是Class O给的老板送给我的 叫金沙兄弟 其实它那个颜色比照片中还好看一点 还金黄一点 手机拍出来的是有点偏黄 偏红其实它是金黄的 很漂亮 有香味,挺浓郁的香味 我这一次呢,其实是有五个花苞 然后这个是我上一次不小心给它弄断的 我一直都放在室内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那个花瓣的是有斑点 然后呢,纯瓣呢 红得非常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竹子 是不是超级美啊 我呢,其实呢 它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加了木炭跟桃梨 把那个水苔拿一半掉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看见它的水苔不错 它回来的时候 去年来的时候是有带花 都是快洩的 然后呢,你看 它的干整的非常好 这个其实是活的 这个其实是活的 根性呢,长得非常好 你看 而且很简单 我就是每个礼拜呢 浇一次水泡盆的方法 然后呢,放在这个杯子里面 就直接给它这样子 有点 有一点点水 没关系 最简单的 不用什么去管它 其实 当蝴蝶蓝呢 适应你的环境的话 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容易的复发 差不多是 等到两三年 两年之后吧 一年多两年之后嘛 再给它换盆就好了 换盆的方法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用点水苔呀 再加点 陶粒木炭 就这样子就可以 当然也可以陶粒跟木炭 半水培的 也很简单 而且它发迹很长哦 至少长达三个月以上 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面呢 想要每天都有 兰花欣赏呢 其实买一些蝴蝶蓝呢 特别是这种有香味的蝴蝶蓝 是挺核酸的 好,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